大家好,欢迎来到美食采味 梨子是一种常见的水果 花椒则是一种调味香料 原本这二者把杆子打不着一块 但现在却有人将二者放在一起 做成了一道美食 竟然发挥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效果 那么这个效果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水梨本意是一种常见的水果 具有生菌润皂 清润化痰之功效 特别适合秋天使用 水梨里面还有很多的微量元素 服用之后 可以给人体补充所需要的微量元素 还能达到美容的效果 其次就是能够用来治疗风热感冒 还能起到解毒的作用 非常适合秋天去使用 另外水梨还具有润肺清皂的效果 对于改善止咳化痰会有很好的效果 而一提到花椒这种东西 大家最先想到的肯定是它作为食材的作用 的确 花椒是一个特别好的调味食材 它凭借着其独特的口感 使自己站立于调料界的领军地位 但是花椒其实除了作为食材之外 它还有很大的药用价值 其实花椒对治疗一些由于含气入体而引发的感冒 有很大的作用 花椒味道偏辛辣 同时还会伴着麻麻的感觉 如果在感冒期间和上一碗花椒的水 就会帮助体内的含气通过人体分泌汗液排出来 这样感冒呢也能够好了 首先呢我们将花椒放入碗中 倒入适量的清水 用手抓洗干净 把花椒表面的灰尘杂质清洗干净 抓洗干净后控水捞出 装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把一个雪梨放入大碗中 倒入适量的清水 把雪梨表面打湿 然后呢放上点食盐来搓洗 食盐的细小颗粒呢可以去除表皮的果辣 使雪梨清洗得更加干净 搓洗过后再倒入清水冲洗干净 清洗干净后 我们把雪梨放到菜板上 在雪梨的三分之一处把它给切开 切开过后 我们再用勺子转着圈那把雪梨的芯给掏出来 稍稍的往深处刮一刮 但切记不要把皮给刮破了 淘好过后就形成一个雪梨碗 接着我们把清洗好的花椒放进来 然后呢再加入几粒冰糖 切记不要加水 我们要的就是原汁原味 接下来把刚才切下来的雪梨盖子呢盖起来 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入蒸锅当中 盖上盖子 倒火蒸20分钟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加个关注吧 谢谢您的支持 时间到我们打开盖子把它取出来 这样一份花椒炖梨就做好了 这样蒸出来的梨 保留了梨的香气 有天然的甜润 软软绵绵的口感 很滋润 脾胃虚寒的人也能吃 传统医学理论 将梨子分为寒性食物 其腥味甘酸而平 不仅没有任何有毒的成分 而且呢还拥有生精益脾 可谓降溃的功效 而花椒腥味温馨 可以温中散寒 增强人体的免疫力 将这两种食物放在一起顿食 二指的效力呢 能够入肺胃二斤 有效的缓解咳嗽的症状 同时呢 可以起打轻热化痰的作用 所以以后 不管是风寒感冒咳嗽 还是风热感冒 只要有一个梨呢 就够了 家家长辈的指科妙招 别忘了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也一起学习一下吧 真的非常的实用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分享完了 如果我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别忘了给我点个赞 加个关注吧 每天都会分享 不一样的精彩内容 点击我的头像 还可以看到 更多的精彩视频 我是雅雅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